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天忆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中国在南海修建跑道 建成之后江河起降飞机 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表示抗议 由欧洲空中巴士公司拍摄 展示防卫周刊16号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 中国正在南海争议海域的一个岛上修建跑道 建成后可起降军用飞机 与此同时 七国集团16号发表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 表示我们继续关注东海和南海的局势 对类似大规模填海造地等改变现状 及增加紧张局势的任何单方面行为表示关切 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 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或海洋主张的做法 私立大学为了应对招生难的问题 大幅度的调降了学费 只要符合条件 学生即可免掉学杂费 家长表示欢迎 斯坦福大学宣布对家庭收入低于12万5千元的学生免收学费 以及家庭收入低于6万5千元的学生免收时速费的政策 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但事实上 今年已经有许多大学采取了大幅度调降学费的措施 堪萨斯州实施了新法 禁止将社会福利补助金用在一些娱乐活动上 但是允许购买枪支 领取社会福利补助绝对不是好玩的事情 堪萨斯州实施的新法 是要确保受益人没有把这笔补贴用在好玩的事情上 堪州共和党州长布朗贝克16号签署的新法 要确保获得政府补助的州民 不再能用政府的经费到游泳池 看电影 上赌场等活动 但是却允许用来买枪 民众对该限制褒贬不一 最新的资讯公布 湾区的帕拉奥特青少年的自杀率为全美的6倍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的最新资讯 帕拉奥特15岁到24岁年轻人的自杀率为全美国平均的6倍 高中212名学生属于高危状态 这也忙坏了心理辅导团队 想和苹果的执行长库克一起吃午饭 目前的竞标价格已经达到16万元 与苹果执行长库克同庆午餐的竞标活动15号开始后 竞价节节上扬 16号已经冲高至16万元 而这项竞价活动至5月6号截止 该活动所获得的款项将全部作为公益 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华裔团队获得冠军 北加州维特利高中学生前星期16号说 他参与的542团队克服机器人故障 成功赢得全美青少年科技机器人大战西部赛区的冠军 前星期的团队16人中有11人是华裔 参赛项目为连锁效应 操作机器人撞击装有球的盒子 球洒落在地上后 机器人捡球装进长长的塑料管 累积球的高度最高者为胜利者 以上新闻是由世界日报提供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